早上六点多 我们现在是去火车站 今天打算去杭州一天 但我们还没有买火车票 所以我们要早点去买火车票 准备搭乘八点的火车 这样就是九点可以到杭州 面路上还没有什么人 镜头里看着挺亮的 其实还是挺暗的 月亮还在上面 还没有下 但是国内的公交车 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今天而且天气也不错 没有昨天那么的冷 差不多要十几度吧 看月亮还在那边 还没有下去 咱们是14号车厢 好像是最后一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8点上的火车,10点我们已经来到了灵影寺 杭州的天气还不错 非常的暖和 灵影门口的红风还挺漂亮的 我觉得刚才我们一路上来杭州现在的气候 就是杭州现在天气有好多红风 挺漂亮的 和日本的有一点点像 我们这次是第二次来灵影 上次挺早了之前 但是杭州我以前出国之前每年都会来一次 非常喜欢杭州 我们看完灵影寺就在灵影寺的面馆吃素面 我点的是长寿面 然后咱们还点了一碗那个香菇大馄饨还没有来 这是香菇大馄饨 你试试看好吃吗 这个季节的红风还是挺多的在杭州 好美啊 我在拍录像啊 你凑进来 凑在这么后面脸那么小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往下走了 刚才是登顶了 哎呀往下走应该轻松多了吧 刚才从下往上走有点累 景色真不错 上面人比较少 因为要爬那个 要爬那个楼梯还挺累的 下面人就比较多 现在我们原路返回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爬上来的挺累的 不过下楼梯的话就轻松许多 下面有个玉米摊 我们准备去买个玉米 刚才我们吃了豆腐干 大馄饮来的嘛 当然 这个是拍照的吗 我们买到了玉米 你看胖哥哥 对我脸大一点 不是啃的像牙 啃的像狗啃一样的 你啃的好一点好不好 我这玉米超大的 而且很糯 就是和我们那边的玉米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人手一根玉米 看见上去的人 你给我留一点 那么大一根一点 你不要啃的像狗啃一样 然后给我 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啦 饭厅叫星星饭店 它就在西湖旁 是一家比较传统的老式的饭店 我朋友推荐我们去吃那个老头油爆虾 好像review也不错 但我们还是去尝试一下比较传统的 我们一点半 是一点半嘛 赶到了星星饭店 但是人家有午室休息 就已经休息了 然后要五点半才能开门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西湖周围 西湖边上走一圈 它正好是在西湖边上 看柳树还有西湖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有一个餐厅是同学介绍的 那个要四点半开门 咱们去的还是星星饭店那个吗 对啊 星星饭店 好吧 那我们如果是五点半吃的话 我们晚上回去就要稍微晚一点 有可能只能坐八点多的那个火车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后来还是来到了这个老头油爆虾 是我同学推荐的四点半准时入座 我们点了五个菜吧 差不多了吧 两个人点了五个菜 我们来的第一个菜是这个卤鸭吗 还是它酱鸭 你试试看 它上面有酱汁 这个也是它的招牌菜之一 好吃吗 嗯 好不错 很香 很香 嗯 很不一样 吃吗 好 这个是我们点的那个油爆明虾 和一份带鱼 这个是半份的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本来点了和虾 但和虾太小了 我们就换成了明虾 这个花壳看着不是很大 但是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有可能这个种好像就是这么小的 点了一扎核桃黑紫米 这个超好喝 很养生的感觉 然后倒出来是这个 而且它的甜度很低 就是不甜 嗯 薄薄的 点了一盆绿油油的青菜粉丝肉圆汤 也是他们家的招牌 本来想点那个杭三鲜的 但杭三鲜好像不是招牌 这个是 最后上了一份我很喜欢的桂花糖年糕 我爱吃年糕的 今天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要出发了 这个是今天的早餐 昨天晚上买的红饱食系列 这个是他们家最有名的灌奶油 前两天还买了那个奶油小芳和栗子蛋糕 买了一小块这个拿破仑 然后这个是胖哥哥喜欢的巧克力蛋糕 嗯 还有这个味全的紫米红豆 红饱食家的灌奶油就是 非常的creamy 但是它一点都不甜 其实也可以作为零食来吃 嗯 这个千层酥也好吃 它不过就是 拿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我就拿了上面的一层 它中间会是有那个奶油的 但是它一点都不甜 很香 今天上海的天气又是阳光灿烂 今天是12月8号 大家看得到那边吗 那边就是陆家嘴 这边是那个东方明珠 然后环球 最近这两天我都没有卷头发 因为我的卷发帮坏了 真的太奇怪了 我就是带来之前两天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带来的时候前两天我还可以用 但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就突然之间坏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卷头发 就只能让它直着或者就是扎一个丸子头 这个是我带的一些七七八八的护肤品 不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吗 差不多已经该用完的就已经用完了 然后发型的东西其实后两天都没有用 因为那个卷发帮坏了嘛 其他的东西有些已经用完了已经扔了 这个带颗的之前打包的时候没有放 后来我还是最后把它就是带入了 中午给我爸过生日就吃得巨称无比 但现在五点我们俩又要出去觅食了 我们这次假期的最后一顿晚餐 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很早就出门了 我们现在你那个拿好了吗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下那个楼下的青花椒鱼 不知道要不要排队 我们点了个原汁原味的菠萝炒饭 是我同学推荐的 之前我们这家来吃过的 但是没有点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吃太饱了 今天就是另外点了一个这个菠萝炒饭 那这个是糖水菠萝 然后还点了一份鸡翅 鸡翅上次也没点上次点的是虾饼 这家鸡翅超好吃的 这家鸡翅超好吃的 还点了一份虾酱空心菜 还点了一份虾酱空心菜 上次也点了好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再点一份 我们买一下明天的早饭 买了一个这个是脏脏包 这个是酒酿桂园 这个是台湾的面包 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就去买了明天的早餐 然后在这个不二 不二元麦也买了那个奶盖 我们这次回来吃了一点点吃了供茶 然后吃了这一个 我觉得不二的奶盖是最好喝的 这个我家的是芝士奶盖 是乌龙茶的热的三分糖 他们家的这个茶 茶味还挺重的 而且奶盖就是咸咸甜甜的 上次我们喝的一个是焦糖的奶盖 也挺好喝的 今天尝的是芝士的 然后一天脸都比较斑驳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碗了 我们纽约见啦 Bye Bye